中国南京有800万人口是台北市人口数的三倍多 但是现代化的环境 它的环保理念以及资源回收行动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大爱感恩科技公司应邀到南京名品店 参加了16号的20号为期五天的台湾名品展 志工们生动的介绍引起了市民 以及包括台商哦 对环保产品的兴趣 也愿意学习把环保落实生活中 都会建筑林立 这里是南京 街头垃圾堆叠 这也是南京 南京人口800万人 每天至少有数百万个宝特品产生 但是清洁人员仍是将所有的垃圾装进大塑胶袋中 见不到回收资源的行动 有别于南京只宣导环保里面 却不知如何回收再利用的现况 来自台湾的大爱感恩科技公司 将宝特瓶回收制作的纺织品 呈现在台湾名品展的会场 硬硬的宝特瓶 原来可以制作成这么柔软的毛毯衣铺 立刻吸引了南京市民分分请购 而且经由自己职工的介绍 不再认为环保产品是属于低层次的商品 这不一样嘛 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宣传一些 多让大家在观念上面 意识上面改变一下 知道这些环保产品其实是一个好东西 不是以前的所谓的一些低档的东西 其他的城市啊 根本环保意识 这次台湾名品展在南京展出 志工实业家黄华德也在现场 向许多台湾厂商解说 你自己穿着自己体会之后 才是最真实的体验 体验到了这样子的美好的感受 我才有这样子的经验 去告诉人家 去说服人家嘛 第一次听到大爱感恩科技的环保沙 业者们感动之余 纷纷表示愿意合作推广 与慈寂一同腾袭地球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南京报导